2018-2019年,平朝联赛,进行了第二轮较量,朱雨林领衔的骑鲁交通,险胜陈梦领衔的深圳大学队,排名世界第一的朱雨林遭遇赛季手办,但其心东家骑鲁交通还是赢了球。 第一盘,朱雨林3-2显胜王一迪,首局,朱雨林9-11遭遇开门黑。 第二局,朱雨林11-7扳回一局,第三局,王一迪6-1强势开局,11-3大比分领先获胜。 第四局,朱雨林火力全开11-3加总分扳平。 第五局,起势上涨的朱雨林2-0开局,王一迪追至3-4,朱雨林7-4赢得抢气大战。 第二盘,陈梦3-0轻松横扫石巡摇。 第三盘,骑鲁交通的顾域行李嘉义20击败王一迪6尾山,骑鲁交通总比分2-1领先。 第四盘,陈梦3-0横扫朱雨林,三局比分是-12,11-3,11-7,朱雨林只是第一局进行了抵抗,随后两局崩盘惨负。 第五盘,顾域行李嘉义20-1战胜刘磊山,最终,骑鲁交通3-2显胜深圳大学,陈梦二战全胜男救主,朱雨林排名女平世界第一,也是本赛季拼超女拼的新表王。 身价高达805万,在第一轮比赛中,朱雨林二战全胜带队获胜,不过来到第二轮,朱雨林遇到之根之底的全梦,还是败下阵来,迎来赛季首扮,女平世界第一朱雨林在第二轮迎来首扮,男平世界第一华阵东,则在第一轮第一场,就以0-3惨负尊儿。 在第二轮,联赛中,第一轮全胜的丁宁与朱雨林全部输了球,丁宁二比三不敌郭子燕,丁宁和朱雨林恰巧,是目前排名世界前二的世界冠军。 刘诗文则在第一轮联赛中不敌王满玉,至此,女平五大主力中,只有王满玉和陈墨保持四战全胜。